其實我原本也以為我自己沒有動作的地方在那裡 然後到了現場就導演只是帶我到了一個大橋 然後就很輕鬆地說 這大概三四層樓高你就從拍的時候 你就從這兒爬到下面那個地方 就有個人的上來 然後就很輕鬆地說 那你就找時間練一下喔 然後就走了 但我覺得其實導演就是很 會用他很輕鬆幫忙把女婦男的任務交給我們 但是因為我們也知道大家想要做到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也會平衡力地去完成導演的希望 我想這個世界上除了我之外 就他最了解彼此英雄了吧 他跟著我從電視一直到現在 他其實在第二集就已經開始參與劇本的創作跟故事的發想 而且我覺得第三集這麼艱難的任務 當然是交給他來處理是比較好的一件事情喔 就好像我平常總是會把一些特別難的動作交給他 請他自己想辦法的道理是一樣的 那如果他還要給你嘎一腳耶 那個角色你要接 當然 如果時間配合得來 角色劇本我看了覺得適合的話 我並不排斥 當然我自己也沒演過的新聞 要跟經紀人談一下 對對對 所以想輝姐會願意讓那個蔡導載這樣子 我會看一下趙耀平開的架嗎 哈哈哈哈 那你講下去是怎麼會找林根星來演 是想要打造這個宅宅嗎 還是什麼 林根星其實是我們在創造一個新的搭檔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比較適合的一個模式 而且我們在找一個極度天才 但是人格上有很大的缺失的討人厭的一個情景 那這個角色其實找了很久是趙耀平介紹的 趙耀平有一天跟我說 他之前跟徐克導演拍的那個神都龍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夥伴叫我看一下 那我也是因為這樣 真的在北京跟他碰了一次面之後 發現這兩個人在一起有一些很微妙的化學變化 他們兩個可以一個晚上不停的鬥嘴 因為我們約在一個酒吧的包廂嘛 他們兩個可以這樣吵嘴吵一個晚上 但是非常有趣的 就像兩個小女生一樣一直在吵架 然後我覺得兩個這麼漂亮的男生 然後這麼有趣的化學反應 我覺得擺在一起做搭檔應該也是很有趣的一個想法